唐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身材很好的明星 早年在出演《仙剑奇侠传》三走红了之后 唐燕的事业也算是来到了巅峰期吧 那时候的唐燕也开始接触一些现代剧作品 不过看来看去 确实还是古装剧造型比较适合唐燕 为什么呢 因为唐燕的身材是又瘦又高的类型 加上演高冷角色的时候看起来又会格外的有风情 但是在现代剧里面当女主角 大多时候也都是傻白甜一样的扮相和角色 感觉那些造型也完全不适合她 一起来看看最近产后复出的她吧 现在一眨眼过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唐燕都已经结婚生子复出了 最近出席活动的时候 为了折韧身纹还穿了一件白色的吊带短裙 短裙的裙摆饰灯笼的设计 收腰的部分还能够衬托出腰部的线条 白色的丝带肩带绑成蝴蝶结 整体造型也会显得精致很多 黑色的长直发上面还戴了一个王冠 感觉这个造型真的很像是一个小公主 只可惜唐燕太瘦了 穿起来可爱的感觉没有 倒是有种超模被迫营业的感觉 生完孩子也没多长时间就能够这么快恢复到这个身材 这确实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不得不说女明星们产子牺牲也是太大了 只是从以前的时候就因为身材太瘦 唐燕经常被吐槽不适合穿短裙 现在来到以瘦为美的审美时代 这身材反而显得很腻天了 露出来的腿部线条更是修长纤细 背上银色的细带高跟鞋 整个人看起来仿佛有一米七一样 你们觉得这样的造型好看吗 其实在怀孕的时候唐燕也出席过活动的 那个时期的唐燕其实身材看起来也是刚刚好的 照片里面的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裙 掉颈的款式也显得手臂的线条又细又长 恰到好处的肉感也显得整个人更加的自然 裙摆是散状的 黑色的丝绒质地也让这条裙子显得很高级 漆皮的粗腰带也让唐燕的身材比例显得很好 怀孕的时候还能够显得这么瘦 确实也是很了不起了 现在产后的唐燕看起来仿佛也比之前的身材还要瘦了很多 照片里面的唐燕穿着一年黑色的印花T恤搭配上浅色的牛仔长裤 长裤是直筒裤的裤型 裤子的边缘开插设计也能够让穿的鞋子被很好的展现出来 白色拼接红色的运动鞋也显得很帅气 黑色的长卷发加上一个红唇 整个人也看起来格外的明媚了 你们觉得这样的造型好看吗 前段时间罗进还长进给唐燕拍摄了一组大片 照片里面的唐燕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质连衣裙 裙子的上半身都是很修身的类型 裙摆的荷叶边设计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一双大长腿也被衬托得又长又细 加上黑色的长袜和短靴 整个人都显得很帅气 红色的皮革花瓣设计鞋胯包也挺适合这种黑色的造型 就是穿的一身黑色 嗯 这么酷 却配上这种明媚的笑容 画风也变得有点怪怪的 好像是花絮罩一样 结婚之后的唐燕气色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上次现身活动的时候 唐燕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搭配上各色的衬衣 衬衣还做了一个收腰设计 感觉简单中又带着设计感 配上黑色的短裤和一个米白色的手胯包 感觉造型也非常的得体了 黑色的长卷发配上一个红唇 感觉上也是很明媚 你们觉得这样的造型好看吗